大家好 这期课和大家分享一下 宝塔Linux面板 如何申请免费的SSL 这个SSL是一种加密方式 比如这个网站 在地址栏 前面有一个小锁 这说明这个网站已经是 经过SSL加密过的 这个网站前面也有小锁 但是这个网站是没有的 具体什么是SSL 大家可以自行百度 我感觉主要有这么几个意义 第一 它可以提高搜索引擎 对于这个网站的排名和权重 第二是在谷歌浏览器里面 前面不会出现不安全 这个SSL加密 很多地方都可以免费申请 比如宝塔Linux面板 阿里云或者是七牛云等等 还有很多虚拟主机都可以 免费版本一般都是一年 到期之后 有的可以续期 有的需要重新申请 不过都不麻烦 而且都是免费的 下面我就以宝塔Linux面板为例 看看如何给这个网站申请SSL加密 提前说一下 这个网站它使用了七牛云的CDN 它的使用SSL加密的时候 会比普通网站要麻烦点 因为它要申请两次SSL 先打开宝塔Linux面板 然后找到网站 点击网站名称 在左侧找到SSL 现在这个网站是不带SSL的 需要申请 申请的时候最好选择带3W的版本 另外这两个域名 都要提前解析到这台服务器上 具体大家看一下下面的说明 选好域名点击申请 申请之前 在宝塔的官方网站 先有个账户 并且做好实名认证 申请成功了 从这可以看到订单已完成 安全起见 我们进入一下宝塔官方网站的后台 在左侧菜单有个SSL管理 现在一共有两个证书 上一个achid.cn是4月3号申请的 这是第一步 先申请SSL证书 然后第二步 要把这个证书部署到这个网站上 因为使用的是宝塔Linux面板 这一步会很简单 点击部署 以部署 部署之后 在其他证书里面可以看到证书的信息 这一步就完成了 然后我们再回到网站 前面仍然是不带SSL加密的 登陆后台 找到设置 wordpress地址还有网站地址 要给它加上s变成https 保存 看一下前台现在出问题了 大家在做刚才那一步之前要注意 要等到网站用户少的那个时间段再做操作 因为很有可能或者是极有可能会出问题 出了问题就需要解决 会影响用户体验 变成这个样子是有原因的 但是基本上可控 因为后台还是可以访问的 我们看前台 用浏览器的审查工具 选择全部 从这儿可以看到 现在那些变红的 全是img.jn1.cn 是这个语面上的文件 这些文件有css.js字体图片 接下来我们要从轻流云 给img.jn1.cn这个语面 申请免费的ssr加密 在控制台找到ssr证书服务 这是我申请过的证书 然后点击购买证书 第三个有个线免 实际费用0元 选别的都会产生费用 一年单域名证书 这个3w.什么什么 这算一个域名 img.什么什么 这也算一个域名 需要单独申请 确定支付 域名呢 选 这个域名解析到了 七零云cdn上 现在要为七零云cdn申请ssr加密 域名所有权认证方式 有dns认证 还有文件认证 这两个都可以 我们选择dns认证吧 加密方式保留默认值 补权信息提交成功 是这一条 现在需要做一个域名解析 是txt记录名 记录值是这个 添加记录 选择tst 一般我们在解析域名的时候 都用 a记录或者是cname 这次要选tst 前面是记录名 后面是记录值 这一步只是做一个权限的认证 应该这么写 不能写域名 直接写两个 这样就可以了 因为什么呢 看一下 这个是域名 这个是二级域名 要把域名前面的这些信息 填到这里 要把这点去掉 应该成功了 解析操作完毕 现在还是一个 待确认的状态 只有它确认之后 才可以正常使用 因为这个教程 操作步骤很多 耗时比较长 我会把它拆分几个刻时来讲 这节课就到这里 下次可见